寒流来袭 气温下滑 人类感到冷嗖嗖 动物同样也觉得冷 而饲养毛小孩的四组更要注意保暖 尤其家中有年迈犬猫 在心血管以及心脏方面 要当心冷空气导致气管及血管收缩 引起犬猫过度咳嗽或是心脏负荷的问题 持续入冬 气温急转直下 天冷时应该为毛孩子做些什么 老年猫犬是否又要更注意保暖 高桥动物医院院长殷宏员表示 毛孩子正常平均体温在摄氏38到39度 当人类感到冷 动物也同样觉得冷 有几种状况在天冷时需要特别的留意 慢性病里面心脏病跟肾脏病是最怕寒冷的天气 因为血管的收缩会让他们的血压上升 对心脏跟对肾脏的伤害都很大 在老年动物还有幼年动物 虚弱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身体的保暖是必要的 包括可以帮他们穿衣服 或者是用一些保温电 甚至保温灯来帮他们保暖 幼年的动物在天气冷的时候 因为它的热量消耗比较快 所以我们在饮食上面需要少量多餐的喂食 如果天气冷再加上肚子饿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低体温跟低血糖的问题 就让他们会软脚 狗狗猫咪都有毛发在身上 所以其实保温的事情在室内的时候 其实不用特别的太注重 但是到了室外有些主人会帮他们穿上衣服去保暖 这件事情其实在寒冷的冬天是有意义的 但是要记得这个衣服常常清洗 要不然上面的灰尘细菌 再跟皮肤接触久了以后也会造成皮肤的发炎 或者是细菌黴菌的感染的问题 老年动物的话当然还是以清淡的食物 特别是刚刚提到的 如果是肾脏病或心脏病的动物 他们必须要摄取一些所谓低蛋白 跟低钠低盐分的食物 那我们很不建议就是跟着人们一样 冬天的时候要进补 吃一些什么姜母鸭或者是羊肉卤这种补品 因为一个是这些肉类太多或太油腻的食物 其实对他们消化系统不是那么的好 第二个是其实含有酒精成分的食物 其实对动物而言他们酒精代谢的能力很差 所以也尽量不要避免这些食物的摄取 院长表示正常毛孩子可自行体温调节 也有毛发在冬天维持身体体温 但老年或有相关疾病犬猫就一定要注意保暖 可利用衣服、暖气、保温灯、保温坛等 达到保暖的目的 院长也强调 猫咪对于冰冷饮水相对挑口 建议可适时给予温水 才不会因水分摄取过少 引起泌尿道或膀胱发炎等问题 接着长方夜华林士报导